刚刚,美国干出了史上最没出息的事,甘愿被土耳其牵住鼻子走。 原谣题,刚刚,美国干出了史上最没出息的事,甘愿被土耳其牵住鼻子走。 F-35战斗机。 代理人战争一直都是美国获取利益屡市不爽的手段,而中东也成了美国武器装备的试验场,近日,美国F-35在以色列的使用下完成了美国实战的首秀。 据以色列空军司令表示,F-35在续造到上百枚导弹拦截却仍然毫发无伤。 据西方媒体表示,这是F-35的一次完美的实战秀,对于这毫无破绽不可常规的表现,有专家怀疑这是美国心理战的套路,旨在削弱中东小国的一致。 对于F-35的优劣表现,美国一边欢喜一边愁,所谓喜从何来? F-35第五代隐身战机速来是美国最先进也是全球最贵的军工产品,参与F-35项目的国家多达十几个,订购的战机几乎是排队等住交付,然而F-35屡次被爆出的缺陷问题让美国这颗摇钱树摇摇欲坠,而这次以色列口中的实战效果让这团阴霾基本烟消云散了,美国能不开心吗? F-35战斗机 然而,同样是F-35战机,美国7日的盟友土耳其让其头疼不已,自土耳其遭受北约排挤处于弱吉弱离的状态中,因为美国的做派,让土耳其对美国持之以鼻,就差最后翻脸这一步了。 基于综合考量,美国还是表示在6月如月将F-35交付土耳其,但美国国会表示若土耳其执意购买俄罗斯S-400防空导弹系统,将近最大努力阻止F-35这笔交易。 俄罗斯S-400和北约防空系统以及先进战机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防空体系,根本不具备兼容性。 若土耳其同时获得两种装备,对于美国来说,F-35的核心数据极有可能被S-400记录,而俄罗斯同样面临S-400被土耳其出卖给美国的风险,但看起来美国比俄罗斯更为驻籍。 S-400防空系统 为了挽留土耳其这一盟友,美国最近干出了史上最没出息的事,甘愿被土耳其这个矛头小国牵住鼻子走。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,美国正在向土耳其施压,与此同时抛出了一个甜蜜诱饵,向土耳其积极推荐S-400的替代品,在俄罗斯和土耳其敲定的两年交货期,面对美国的威逼利诱,土耳其能成到2020年吗? 俄罗斯专家表示,对于以色列吹嘘的完美表现,如果实力亚部署的S-400防空导弹系统,将让F-35彻底失去优势。 毕竟中国的眼光是没有错的,这无异于帮土耳其做决定。江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